大家好,今天介绍的电影是《蠢蛋进化论》 在随着科学的进步和时代的快速发展的未来 智商超过120的聪明人类已经不想再生孩子了 而那些智商很普通的人类却大量的再生孩子 就这样普通的人类一直生孩子形成了恶性循环 导致聪明的后代越来越少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科学家们想了一个冬眠计划 就是将聪明的人放在冷藏箱里冷冻起来 等到世界都快被蠢蛋覆盖后 再将聪明的人释放出来拯救世界 于是高智商的鲍尔和利塔便被挑选出来完成这一项神圣的任务 也可以称为是拯救世界的旧物主 而当他们躺进去后,外面世界却发生了大变故 原本只需要沉睡一两年的人 由于项目的负责人受到指控入狱 他们则被众人遗忘了 这俩人一睡就是500年 而在这500年期间,地球变成了全是垃圾的地球 而地球上的人类全都是蠢蛋 人类的智商直线下滑 从而导致了生活自理能力的下降 他们既懒又蠢甚至连垃圾都不知道怎么扔掉 有一天,垃圾山的崩溃使得冷藏香 随垃圾一起倒了出来 就这样,鲍尔和利塔如此戏剧性的被解救了 刚醒来的鲍尔对这个事件一脸蒙圈 体质还很虚弱的他 就到医院向医生寻求帮助 到医院鲍尔才了解到 现在的人不仅不会倒垃圾 就连大楼的维修都是靠着绳子拴住 桥断了也没有人去维修 给鲍尔检查身体的医生 发现鲍尔的手臂上没有一样的纹身 身份证便立即通知警察 给警察说明了情况 因此鲍尔因为没有身份证被警察通缉了 于是鲍尔赶紧跑到电影院避避风头 他走到电影院 发现电影院在播映叫屁股的影片 这部影片虽然只有屁股的一个镜头 但是电影院的人却从头笑到尾 这部影片竟然还获得了八个奥斯卡奖 这天鲍尔也被警察抓到了 监狱里的人负责给鲍尔测试智商 却发现鲍尔智商竟然是全世界最高的 总统知道了这个消息 立马召见鲍尔 原来现在的土地全是干旱地 而地里不产一点粮食 这可把总统着急坏了 所以总统就请鲍尔帮忙解决这个难题 并告诉鲍尔如果无法解决 便要他脑袋 被逼无奈的鲍尔只好硬着头皮答应 就这样鲍尔被任命了内政部长 当鲍尔和利塔到了农田一看 才发现灌溉农田的不是普通的水 竟然是绿色的饮料 原来这个世界的水源都被一种绿色饮料垄断了 纯净水都被用去冲马桶 其他的全用饮料代替 于是鲍尔下令将水源换成普通的水 然而伴随着水的大量停用 饮料公司的股票连续跌停 没办法只能裁员 被裁掉的员工集合在一起称鲍尔为骗子 随着事情越闹越激烈 没有看到明显效果的人们 对他产生了质疑和谩骂 于是全美人民将鲍尔绑在了角斗场 人民希望用裁甲车撞死这个所谓高智商的骗子 正到鲍尔下的心脏砰砰跳的时候 利塔出来解围 他赶紧找了名智障摄影师 请他去裁甲地拍下裁甲恢复生命 发芽生长的视频 但是这个摄影师走到半路 竟然忘记了自己来裁甲地的目的 摄影师在裁甲地边走边玩 不过好在 摄影师在玩耍时摔倒在地 摄像机刚好拍到了 重新生机勃勃的小嫩苗生长的画面 又事实证明鲍尔的决策是正确的 鲍尔的决策让全国都沸腾了 他们都敬佩鲍尔经营的头脑 并拥护他让他当上了总统 当上总统的他和全世界唯一正常聪慧的利塔 在一起结婚了 婚后他们有了三个可爱的宝宝 过着幸福的生活 更多精彩 下期再见